这次美军的Link-16数据链系统可让各载台装备同时进行连接 国军在十多年前也有引进并完成整合 而现在美方为了因应我国新购装备的需求 将协助台湾进行系统升级 传送俄乌战争爆发后 美方已经取得全数北约盟国的同意 让台湾可以引进Link-22数据链系统 若升级后可以有效整合我国采购的F-16V战机 MQ-9B无人机海马斯火箭 以及暗制鱼叉反舰飞弹 甚至还可以跟现役装备进行系统链接 提升三军作战效能 可以让这个战场共同图像构建的更快 然后等于说让每个终端机的操作者 可以依照当时的这个状况 以及各自的状况 各自的弹除等等 然后对状况提供最好的这样一个解决方案 来让整体共同作战能够更快速更有效的推行 根据透露国军目前已经着手准备升级的相关工作 但若台湾针引进Link-22 是否意味着万一台海开战 台湾可能与美国或被约盟国进行联合作战 未来美军他或许他不需要航空母舰来介入 他也要透过这种电子作战机把讯号 把共军的位置这些相关的电子资料传输给我军 那是不是我们国军进行拿到这些数据资料之后 就可以进行精确的打击 对此国防部态度很低调 请说会持续精进执管系统效能 国军备战除了新型武器装备 整合战场上的最新讯息才能发挥最强战力 华语新闻游博志李景强台北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即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